中国江苏民警这回可以说是英勇利空了 当地一所民宅的住户孙姓男子 星期四晚上七点左右在家做饭时 不小心将火开得太大 企图关上阀门时 手艺使劲却又把煤气罐推倒在灶台上 导致煤气罐燃烧起熊熊烈火 男子吓得惊慌失措 赶紧向当局投报 两名民警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阀门已经损坏 没有办法关上 为了避免煤气罐引发爆炸 民警心理一击 竟然不顾生命危险 轮流徒手将烧得炙热的煤气罐 从三楼拎到楼下去 置放在空地上 不过大火持续燃烧 为了确保民众安全 他们找来三轮车将煤气罐抬上车 再移到废水沟处理 事发后大家才发现 民警钱耀儒和路东的衣服被烧坏 手臂也被烫伤了 不过钱耀儒表示 当时情况紧急 自己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时也没有其他反应时间 就立即决定 拽住那个煤气罐的罐口 把它牵给拖到这个楼道内 但是拖出来的过程中 明显感觉到 这罐煤气肯定是刚充的 或者是刚充用了不久 因为煤气罐整理很重 明显能感觉到里面液体流量 液体余量很大 我们用湿毛巾 这个捂住口鼻 然后先进到室内 发现这个现场找火点 找火源 就是这个厨房内使用的一个煤气罐 家有煤气罐 家煤气罐一直在找我其他 没有其他火源 这起事故在当地传开后 民众纷纷赞扬民警英勇 还封他们做爆火哥呢 谢谢大家